刘亚人是韩国知名演员,曾出演过不少可悲不错的电视剧及电影,也曾获得多项韩国以及国际的大奖,还在今年看那电影节凭借燃烧获得一致好评,并未认为是影帝的头号种子选手。 他在剧中夺以银汉形象世人,成军冠中的吉奥,老手中的赵太武,将以南克化得淋漓尽致,而这样一位深入人心的银汉演员被曝出和男友流连上海给吧,网友却称不惊讶,近日,网络曝出刘亚人与男友流连上海给吧,整整happy了两晚,刘亚人男友还是熟悉壮汉,让一众网友绝呼瞎了言。 但网友并未被刘亚人广哥巴,已是有过多的惊讶,早在11年以前网络上就有不少网友,讨论过刘亚人性取向的事情。 韩网也曾爆出,刘亚人出道前在给吧抹唇膏的照片,当时的刘亚人还不像现在一副遗憾的形象,当时的他留着略长的黄头发,没有一身的肌肉,没有胡茶,略有点娘。 据网友爆料当时的刘亚人是极品瘦,还有豆瓣网友爆料,自己是刘亚人哥哥的男朋友,是刘亚人的好姐妹,原来此事前就有那么多爆料。 难怪网友对此并不惊讶,如今辅文化盛行,综艺,电视剧不卖字符,仿佛就没意思,但辅文化盛行不等于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度有致的提升。 在韩国这种传统国家,明星出贵依然是个极其严重的事情,相当于自早饭碗,还会面临无止境的舆论轰炸。 刘亚人是否是给似乎大家心中也都有各自的看法,作为赤光群众,我们还是专注于演技。 不过刘亚人不顾之所勇于追求爱情的这一点,真的让我很佩服呢。